狗狗出现这种情况时需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有可能存在呼吸道感染 通常当狗狗呼吸道感染时 常常会出现咳嗽、流鼻涕、打喷嚏等临床症状 导致狗狗呼吸道感染的病因有许多种 目前常见的病因主要是有病毒性感染 细菌性感染、真菌性感染等 比如犬温热、犬窝壳、细菌性肺炎、细菌性肺炎等 再者也有可能是狗狗咽喉部出现异物 比如鱼刺、骨头等尖锐的物体 卡在了咽喉部 如果狗狗有上述一些症状表现 建议去宠物医院做相应的检查 主人不要自行在家中进行处理 以免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